天才少年白手起家 一手创立了加拿大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不料春风得意之时 却猝死于蜜月途中 他的死亡不仅疑点重重 更是带走了解锁数亿资金的唯一密码 到底是英年早逝的一场悲剧 还是卷款假死的金蝉痛 请看本期M2档案 两亿五千万的冰冷钱包 2018年12月9日 跟新婚妻子在印度度蜜月的途中 Gerald Cotton突然离奇身亡 年仅30岁 Gerald可谓是加拿大的比特币之王 一手创建了加拿大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Quatriga CX 他这一灯腿不要紧 关键是直接把交易所冷钱包的密码 带进了坟墓 这个密码只有他知道 而里面装的可是十一万五千个用户 总价值两亿五千万美金的比特币 你说为啥比特币这么现代化的东西 密码却用这么传统的方法 保管在一个人的手里呢 比特币问世至今已有14年 即使大家没有亲自下场操作过 多多少少也从亲戚朋友新闻报纸那听得一二 下面提到的相关专业的概念 我会尽量给大家解释的通俗易懂 还请放心使用 比特币是一个虚拟的货币 可以在网上用来买东西 汇钱 投资等等 其实有点像游戏币 除了真金白银花钱去买呢 还可以从网上把它给挣出来 就是咱们知道的挖矿 据说最开始的时候啊 用台家用电脑 花个十天半个月的 就能挖出一个比特币 但是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 只有专门设计的芯片 外加最顶级的电脑 才能在这个挖矿大战中赢得先机 就像是在游戏世界里打boss 你的显卡要好 网速得高 装备也要过硬 你还得能干 不过不论是辛苦挖出来的 还是掏钱买的比特币 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被盗的风险 因为这个比特币啊 它不像黄金 它没有实体 就是一堆数据 可以在网上交易 但是在交易存储的时候呢 都有可能背黑背盗 稍有不慎啊 就会酿成 朕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 还没交到儿孙手里 就抹了的不幸事件 MTGOX 这个在大陆 被戏称为门头钩的公司啊 当年可是比特币交易的 重量级元老 甚至一度占据了 全球70%的市场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大公司 一样逃不过背盗的命运 2014年呢 门头钩先是突然暂停了一切交易 然后火速下线申请破产 一通操作 让广大用户目瞪口袋 随后传出消息说 门头钩被黑客盗走了75万个比特币 根据当时6万人民币一个比特币的价值 大家可以算算 这究竟值多少啊 简直比打劫世界银行还来的猛 门头钩一倒闭啊 最遭罪的当然就是那些比特币的储户们 不仅投资全部打水漂 连本金都带着一块没了 三年以后啊 美国警方在一起跨国洗钱的案件中 通缉了一个俄罗斯黑客 一路顺藤摸瓜之下发现的这个人呢 居然就是门头钩盗窃案的幕后黑手 价值几十上百亿的比特币啊 被他在自家的地下室里 用一台电脑 四两拨千斤的就给偷走了 不过神奇的是 当年门头钩储户们 为讨债打官司那五年间 比特币的价值翻了十倍不止 到最后法院判决的时候呢 门头钩公司手里剩下的一些比特币 经过几番暴涨 不但能够赔偿这些用户 居然还有富裕 尽管这事啊 一来一回相当于所有储户 被强行存了五年的定期存款 倒也不算太亏 但当年还是吓出了所有人一身冷汗 这要不是黑客下手留情 公司及时发现 搞不好啊 门头钩排队跳河都有可能 于是呢 就有人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黑客之所以能够偷钱 主要还是因为你联网了 那咱们断网不就得了吗 把所有的比特币啊 都装进一个不接通网络的电脑里头 密码呢 人工掌握 就跟总统皮箱里头那个核按钮一样 绝对万无一失 说到这儿 男主终于登场了 把这事啊 真的付诸实施的 是个叫Jerald Cotton的加拿大年轻人 他开设了一个叫做Kradriga Cryptocurrency的公司 把手头那台 不联网专门用来装比特币信息的电脑 叫做冷钱包 然后以此呢 给用户提供比特币的交易和存储业务 这个小哥儿 当年是多伦多约克大学的天才少年之一 头脑灵活会赚钱 大学毕业就开公司 第三年就成了百万付 他当年啊 还在温哥华推出过加拿大第一台 比特币的ATM提款机轰动一时 又是ATM 又是冷钱包 给他赚足了人气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在他那个Kradriga公司进行交易的比特币 从740万 暴涨到了12亿 而到了2018年底呢 单单是他那个冷钱包里面放的钱 就有两亿五千万美金 在这个生意做的风生水起的时候 其实很少有人想到的是 那个不联网的冷钱包 的确是从根源上防止了黑客入侵不假 但是密码什么的 全部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 就真的那么万无一失吗 就算这个人是个坐怀不乱的圣人 面对上亿的钱目不歇视 但是这个人万一疯了呢 傻了呢 走路掉沟里 坐车出车祸 飞机失事掉下来的呢 结果你还别说 这事还真是怕啥来啥 2018年12月9日 Jerald Cotton和新婚妻子 Jennifer Robertson 去印度摘普尔度蜜月 他们预定了一个叫 O'Bara Roger Villas的豪华度假酒店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这里是王公贵族的居所 而当这对夫妻到来时 宛如当代的帝王皇后 门卫热情迎接 并将他们带到入口 涓涓细流 从石头通道中涌出 流入装满玫瑰花瓣的水池 孔雀的叫声 在清脆的土地上回荡 欢迎他们来到粉红之城 庆祝婚礼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是万万没想到 24小时之后 新郎Jerald就死在了 摘普尔的一家医院 而随着他离去的 还有那个2亿5000万的 冷钱包密码 这个重磅炸弹 无异于又一个门头沟事件 而公司的处理方式 也与门头沟一般无二 在Jerald暴毙之后 他们迅速宣布破产 一副要钱没有 要命 你也不敢拿的嘴脸 先不说这么多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但是这么重要的密码 仅由一个人知道 而且连个后备计划都没有 简直是匪夷所思 好歹你写个小纸片 放保险箱里也好啊 而且很快有人发现 CEO General的知识 其实也疑点重重 根据他新婚妻子的说法 到达印度之后没多久 老公就发生了严重的腹痛腹血 在被送到医院一个多小时以后 就小肠穿孔腹腔感染 败血症各种要命的全齐了 第二天凌晨 死于心脏周庭 医院那边后来给出来的结论是 CEO死于一种叫 Crown's disease的急性肠胃疾病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病尽管发病急 但其实并不危险 死亡率只有1.6% 而且死者多半是 本来身体就很虚弱的老人 或者本身就有免疫力缺陷的人 像他这样 30岁的青壮年 短短几个小时就挂在这个病上 这个概率堪比重彩票 一般来说 这样丈夫突然暴毙的事情 人们总是会把怀疑的目光 第一个放在老婆身上 结果这一看却发现 这个老婆倒不是大有来头 而是根本就没有来头 这个女人在和CEO结婚之前 完全找不到任何和她有关的信息 婚事年龄学历都没有 连CEO的家人和朋友都仅仅知道 这个女人是搞房地产开发的 其他一概不知 而这个女人的名字 Jennifer Robertson 估计跟咱们刘英 张华一样 大众的不能再大众了 随手一搜就能在网上找到 成百上千同名同姓的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 普通到平淡无奇的名字 居然都是她专门改过的 根据后来警方的调查报告 这个女人在和CEO结婚之前 短短的十个月里改了两次姓氏 而且她每改一次都会购买大量的房产 前前后后买了十多栋房子 外加一座小岛 买房的钱是哪来的呢 也没个定论 但是根据时间推算 当时她已经跟CEO陷入热恋 很大可能就是老公出的 她跟CEO结婚以前 两个人不但没有签署任何的婚前协议 反而腰缠万贯的男方 主动留了一份遗嘱 把她名下的全部财产 包括房产 游艇 私人飞机等等都留给了她 把这个灰姑娘的故事 写到了极致 这么一个身份神秘的女人 在短短两个月内 走上了结婚 当寡妇 然后获取巨额遗产的人生巅峰 简直就是把黑寡妇潘金莲 写在脸上了又没有 不过她自己当然是绝对不承认 跟丈夫的死有关 CEO活着的时候 是寄幽谷里面的钻石骨 正是年富力强 能源源不断挣钱的年纪 还对她迷得神魂颠倒 言听计从 从长远角度来讲 她犯不着杀鸡取卵 更何况 那个冷钱包的密码 她也不知道 杀了老公 同样取不出一分钱来 比较奇葩的一点是 那份在CEO死前两个礼拜 才立下的遗嘱当中 长达二十多页 事无巨细的 列出了几百条 里面除了交代各种 动产不动产以外 甚至连游戏账号 信用卡里 累积的飞行公里数 还有两条宠物狗 养老送终都考虑在内 偏偏是最重要那 两亿多的冷钱包信息 却只字不提 关键是 她前脚立完遗嘱 后脚马上就死了 这要不是冥冥中早有预感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CEO根本就没有死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 精缠脱桥之计 为此 曾经有好几个 取不出钱的受害者 专门请了私家侦探 在2019年远赴印度 进行过一次独立调查 结果他们发现 CEO去世的那间医院的 医生护士 都以保护病人隐私为名 绝口不提那天的事情 但是有记录显示 在CEO去世之后 医生曾经建议 进行一次彻底的尸解 以确认死因 但是却被死者的遗孀拒绝了 不仅拒绝 他还把老公的尸体 运回了下榻的酒店 印度那边的医术 到底怎么样 咱们不知道 但是管理混乱 漏洞百出 那是一定的 在这份医院 出具的死亡证书上 甚至连死者的姓氏 Carton 都被拼成了Carton 当地有个殡仪馆的老板 也证实说 有两个酒店的门房 曾经过来咨询过 说有个加拿大的客人 客死他乡 能不能想办法处理一下尸体 进行防腐 但是根据当地的法律 只有警察局 或者医院送来的尸体 才能进行收敛 好说胆说 最后也只能 卖一个棺材了事 至于用那个棺材 装着运回加拿大的 到底是谁 他也没看到 而后来 在加拿大 Nova Scotia 举行的葬礼上 也没人真正看到 他的遗容 这个侦探还发现 在印度 如果有门路 只需要400美元 就可以买上一份 假的死亡证明 曾经就有人 通过去印度旅行 假死逃债 外加骗取保险金 于是根据这份调查报告 大家觉得 CEO很可能 是跟新婚妻子 一起演了一出 炸死的戏码 为的 就是盗取那两亿巨款 现在搞不好 人正在某个海滩上 作着小酒 过着帝王一样的生活 于是受害者们 联合起来 去跟皇家骑警报告说 这事有经济诈骗的嫌疑 要求开棺验尸 结果当然是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里面跳得最厉害的 当然还是那个新婚燕耳 就守寡的小娇妻 他在媒体上 哭哭啼啼的表示 夫君英年早逝 已经是一大悲剧 你们这些人为了钱 居然还不依不饶的 让他死后不得安宁 可是这明明就不是你的钱 好不好 于是他们一起联名 要求冻结小寡妇 继承下来的财产 彻查公司账目 看看还能不能 多少挽回一点损失 结果这一查账 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这个号称 每年十几个亿交易量的公司 加底也就是两千来万的资产 整个公司的运营 全部在网上进行 公司没有一个正规的银行账户 更无所谓流水 这个公司一共就四个员工 分别是死掉的CEO 他的遗孀 开公司时候的合伙人 和一个副总裁 而后面这俩同样是一对夫妻 这里面除了CEO 另外三个人别说金融背景 就连电脑都没没收 上网 仅限冲浪和看视频 这四个人作为公司股东 其实都配置了没有联网的电脑 来作为储户的冷钱包 但事实上 那三个人手里的五个冷钱包 里面不仅一分钱没有 而且在2018年4月以后 再也没有被使用过 在过去的两年里 如果有客户要取钱 他们会被安排在一个专门的地点 跟贩毒一样 用暗号接投完毕 直接现金交易 至于这些钱哪来的 公司的账本同样没有记录 而且就在CEO突然去世之前的几个月 这样的线下交易也被完全放了鸽子 不管是谁都再也取不出钱来 安大略省证券交易委员会OSC 后来的分析报告中 直接将其称为庞氏骗局 Jarrod通过伪造交易 把Quadriga上面用户的资金 直接挪用到其他的交易所交易 或者套现 这么操作呢 如果挪出去的钱在外面赚到了 那还好说 可是一旦亏了 就会出现一个致命的窟窿 需要不断挪用新的资金 来填这个窟窿 结果他在外面亏了2800万美元 另外啊 该公司还有1.15亿美元的收入 是Jarrod变出来的 他在多个账户上 记入了虚假余额 与平台上的用户进行交易 提取他们存下来的真实资金 这里面的巨大隐患就在于 如果是个牛市 人们不断的往里面扔钱 你才能不断有钱往外挪用 但是别忘了 这是个交易所 当人们觉得比特币在下跌 本能的想要尽快套现离场的时候 你这个窟窿就补不住了 2018年的熊市 彻底加速了这家交易所的灭亡 因为比特币在这段时间持续走低 加上谨慎的持有者 纷纷抛售引发的挤兑 造成了这个庞氏骗局即将崩盘 等于说好巧不巧 就在这个档口 CEO死了 留下一屁股烂账 如果是你 钱就这么没了 能不打破煞锅问到底吗 2019年年底 加拿大皇家骑警和美国的FBI宣布 会联手对这个事情进行彻查 他们也接受了律师要求进行开关验尸的要求 表示会在不久的将来进行 可是这都2023了 貌似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而至于那些钱会不会就此被追回来 其实很多人都持一个悲观的态度 哪怕是两亿多的钱拿 其实也就是一堆数据 就像是一滴水汇入了网络的海洋 要再找出来谈何容易 更何况 这根本就不像门头钩那样 偷了一部分 还剩一部分 而是整个钱包都被端了 公司名下 一个比特币都不剩 不能指望出现那种剩余资产的升值翻盘 而公司本身也没有任何的保险 无所谓赔付 在Jerald去世以后 老婆Jennifer继承了数百万美元的房地产 但在2019年10月 作为自愿和解的一部分 她将丈夫遗产中价值1200万家元的资产 归还给了Quadriga偿还债务 她还与Stefan Kimber 共同撰写了自己的书 《比特币寡妇》 《爱 背叛和失踪的百万美金》 讲述了她与Jerald的关系 以及Quadriga的崩溃 Jennifer一直坚称 她不知道她的丈夫 实际上在进行这一场骗局 在2022年1月 接受CBC的一次罕见采访中 Jennifer表示 我永远都不会偷别人的东西 我老公所做的事情 让我背负着她的耻辱 可能我余生中的每一天 都会感到羞耻 回过头看 这件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 是公司权力过于集中 基本上就是Jerald的一言堂 当一个人面对数以亿计的资金时 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 无独有偶 2022年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爆雷 这家经手的投资者数百亿美元的金融公司 被发现账目混乱 决策不透明 最关键的是她挪用公还 用于外部投资 产生的巨额亏损 结果资不抵债 FTX的债务更加夸张 高达100到500亿美元 涉及的债权人超过了100万人 包括大量全球大型投资机构 其中最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股权和决策权 都掌握在创始人 Sam Bankman一个人的手中 我很喜欢听的一档播客节目 《商业就是这样》里面总结到 像比特币 以太坊这些区块链技术 本质上是为了实现透明化 去中心化的目的 但是现在的币圈 人们所仰赖的交易所 却中心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真的是很荒诞 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感谢收看MR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明知 wetорот 未经许可,明知 wet informed 未经许可,明知 wetiada 将结计 Path 本 ans 我